藝康兩個字,虛偽謊言真的,有沒有人聽? 假的才有人相信,哪裏都有藝康 今天繼續有我蠍子王做主持,再加上旁邊的黑人嘉賓 近期這個星期應該是書展咒 如果聽到這一集,應該上一集都聽過我和黑人做的節目 應該這一陣子都是介紹身邊朋友出書的 這是什麼?恭喜他,支持他和幫他宣傳,大家都是朋友做到的就做 這個就是他覺醒文化的書 很有趣,其實我認識黑人很久了 他以前有畫畫,我們有共同的東西喜歡,我們喜歡Metal Gear,喜歡刺客送條 聽得出喜歡這兩個的,裡面的腦袋想起來差不多 但問題是,上年你出了一本書是講西瓜香小說 為什麼今年會出這本書,因為這本書不是創作,這本書是資料 就是你綜合這個世界發生文化的事,集結成書 是一個資料書來的 為什麼上年又創作小說,今年又出了這本書 中間是什麼? 中間是什麼轉折? 其實我一直都會聽很多不同的外國的網台,西方那些 他刺激了我上一次寫西瓜香小說 就是一個美國國安局的探員,Tim Ballard的故事 他就是一個專門對抗亂同人口販賣組織的一個探員 他最初可以做的是監察和打擊美國本土內的亂同罪犯 但他發現美國只是一個consumer market 即是他是買方,但供應方是在南美 在美國的管轄範圍之外 於是他就覺得,不如我也是這樣做了 我辭了職 全職 對,以Free Asian的身份走去做臥底行動 而他真的做Free Asian 成功打擊了一個在南美的戀童圈子 而這件事就近來拍了一部電影 《Sound of Freedom》 剛剛七月四日在美國上話 就擊敗了奪保錡兵五五成為票房冠軍 噢 本來並不是很特別的一件事 但你要考虑到他用了奪保錡兵十分一成本的預算 以及沒有市場 什麼都沒有 OK,他很大肯恭喜你 不是,還有一件事就是 所有主流媒體群起攻擊這部電影 而且它是在爆美國內幕的 你也可以這樣說,但他不是在美國 有很大部分是在南美的 為什麼會無緣無故反對亂和人口販賣有什麼問題呢 為什麼要反對呢 很奇怪的 Rolling Stone 又反對 Guardian 又反對 CNN 又說這個是陰謀論 然後Vox 你說得出那些主流大傳媒老派 老派大傳媒全部同一時間查這部電影 而這部電影理論上應該是那些揭發陰謀面的應該是多人支持 理論上 而且它沒有分左右 是 是 是 現象來的 你純粹揭發了有一個罪行的問題 然後你最多說它有誇張 但這些電影通常都有些改編 一定要為了遷就電影的方式它有改編 然後那些人反對的理由說什麼 就說這個是叫做QAnon的陰謀論 QAnon的陰謀論 QAnon的陰謀論 為什麼叫做QAnon的陰謀論 他不是完全老作的 因為那個主演演員曾經在QAnon的活動出現過 有些發言 就是這麼多 然後為什麼還要反對這件事呢 然後那個探員本身 我拍這部電影 我真的去打擊這個戀童圈的時候 主流媒體訪問過我 CBS有訪問過 直接當這件事是一個嚴重的問題 然後報道 然後我拍這部電影 2015年2016年還有寫劇本 都沒有QAnon的這個概念 你現在說我是QAnon的榮者 就是完全是老屈的 你純粹是用一個 key term 一說那些人 就是那些人 就是那些人 我們叫做小魔法 就是那些人 就歸邊 立即要離開他 這些是極右的陰謀 就是牽涉政治 因為你這樣說 就立即不需要駁斥他任何的內容 立即說這個是一個極右的陰謀論 那麽重要的 就是阿琛琛組女就助攻 這部電影真的是非常好 這部電影 他一加持 就立即更加 那些人又不喜歡 但是 這部電影依然是 紅霸美國不備票房 這幾天連續是紅霸票房的 以及以一個這麼低的成本 背後 那些人反駁的時候 就覺得很奇怪 為何你的媒體 連續的人不斷咬 有什麽人會為這個戀童 和人犯圈子辯護呢 真是很難猜 在哪裏的人 是 那 這一個這樣的 event 就是明顯地 你知道是一個媒體聯手 為了某個 agenda 封殺 觀眾現在看到 大概這個就是poster 是 Sound of Freedom 是的 主演這個演員 他是秀蘭曲演耶穌的演員 是 這位 是的 這位 Tim Ballard 原來那個角色 因為他本身是魔門教信徒 是很虔誠的信徒 然後他看秀蘭曲之後 他很感動 就說我一定要你去做我這個角色 由一開始那個演員說 我和你都沒有花錢 可以嗎 是 就是你 結果 也被他誠意感動了 OK 我對這件事很反感 就是 為何這個媒體 明明把一個 叫做中 都是一個沒有什麼 左右光譜的 一個嚴重的問題 突然間去到 這個分化 要封殺 你聽說 醜化 Demonize 妖魔化 是的 而這種感覺 是 刺激我去寫這本書 其中一個理由 而 最初我不是很意味到 有這種事情 即是 將那個時序 退回早幾年 最初我留意到 吉列騷跑的廣告 所有男人都是 都是 Me Too 是 欺凌 壞人 那些 之前我自己做廣告 我覺得 你這樣 將你的顧客醜化 做壞人 對你的慘惠有幫助嗎 我那時候 講幾句抗議 即是說 不要 然後就有一班 有一班 覺醒的群眾 在香港嗎 在北美 香港其實 不是很多人留意到 這件事 我在北美那邊就留言 然後就被一堆人圍 如果你反對這件事 你就是問題的一部份 如果我 如果不是罵著你 你用不著這麼大的反應 有這些 這個是 屋典型的攻擊手段 如果你不是支持我的電影 即是我的論調 你就是 part of 那個對立面 沒有旁觀者 這件事 你是問題的一部份 只有左同右 然後還有一個香港朋友 都是左翼的 我們稱為左膠 但是我們都可以 和我們可以 通過香港本地的左膠問題 即我們還可以聊天 但是他在那時候 他上身 你這個 他是男還是女 是 是雞的 是的 他問你 你用不需要我開一架 4Wan來 裝著你脆弱的男子玻璃心 這樣 說到這樣 即是突然間 變了另一個人 我這次的印象是很深刻的 我便覺得 咦 為何會有這樣的 topic 大家會上一身 去突然間 逼女分明 但是我都不是說 好啦 我就要寫一本書去講活 我只是 有這樣的印象 然後幾年之後 He-Man He-Man動畫 Netflix 金法那個 是 新He-Man上畫 動畫版 He-Man Revelation 我記得了 好 你在這裡講 我幫你找 那套動畫一上畫 He-Man第一集就自爆死了 是 然後 主角就死了 是 原來 第一集 他又和葫蘆摩自爆同歸於盡 然後 然後主角原來是他身邊的女士 唯有Tila 故事就是關於 這個 這個女仔 不是 我慢慢找 是的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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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繼續說 他就是我接觸最典型的 Walk Girl Boss 的典範 就是他沒有缺點 道德 他完全正確 所有人都要和他道歉 或者要和他養老 他就一定要命令 人家一定要幫他做英分 他就可以西面這樣對人 全程西面 每個人都罵 是的 然後 我覺得 搞錯 我和我童年的He-Man 完全不是那回事 而且很有趣 就是那個導演 監製兼導演 Kevin Smith 他就 講到明 這套是 終於原著 是關於He-Man的一套 然後一上畫之後 發現不是 He-Man第一集 已經死了 然後那些故事完全是關於他身邊那個女國的知線 那 那個網上的討論也是 就是 你不喜歡 你就是一個古老石山 應該被淘汰的新一代的人 不需要你這些有毒藍之氣概 等等等等 那 我又 又 又令我記起之前 吉列蘇帕那個廣告 那一件事 就叫做留意多了這些情況 但是直至到真的 trigger 是什麼呢 就是 我去research 一個 講政治道德學的一個教授 叫做Jonathan Hight 他有本書叫做Moral Minds 總之說 為什麼政治的黑白觀會將好人分為 變成一個勢不良男的人 他就分析為什麼左翼和右翼之間 那個道德思考的方向 怎樣 保守派 什麼為之保守派 什麼為之有 什麼為之左 對 什麼為之左 怎樣分裂他們 他們會怎樣想事情 看完之後 哦 因為我自己長大的印象中 保守派就是一群古老石山 一群野人來的 阻礙地球轉的 同志想平權 想有婚姻 就是阻礙的 對 這群人都阻礙了 然後 超人 即基斯獨化的 Christopher Christopher Reeves 他希望開發 鋼細胞研究 至少可以幫助他 然後又是這群人說 會是murder 即是說 鋼細胞都是人 你不可以研究 之類 不可以研究 報守派 真是阻礙地球轉的 一群人 然後 我看完這本書之後 我就發現 原來 不是想像中那一回事 其實左和右是 兩種社會推動的力量 一種就是不斷向前改變的力量 一種就是守著現狀的力量 很簡單 如果你只能改變 有機會會改到自己爛了 像現在 你如果完全不變 就一談死想 就一談死想 你會坐四山崩 以前是要靠這兩種力量 不斷去激撞之下 令到社會向前進 不是一邊是壞人 因為你通常看荷里活電影 通常阻礙地球轉的 都是保守派的 再加上有一件事就是 那個階級問題 階級是講你的 不過今天就不講左右 因為其實藝康有一集 我也想講左右 其實這個世界會是矛盾對決的 會有兩個 你說什麼也好 有兩樣的事情 至少有兩派 至少 而有些可能是 天生這樣去到某個位子進化出來 例如佛教有份大乘小乘 我覺得可以進化出來 你怎樣解決問題 討論 然後就堅持兩個方向來 兩個方針來做一件事 一種是被人設定 大過分很多 所以我就說 究竟 活動是否被人設定 故意要你這樣去打 因為理論上 好聽一點 以前兩個性別 互相輔助 但我們今天的主題是什麼 War on Work War 有War 就是有立場的分別 即是你無面千人W 當時你找AKB48 其中一個東西 那個歌詞叫什麼 叫Love War 不知道是War Love 我忘記自己說是Love War 即是去到現在去打仗 我覺得用打仗 不是一個太過誇大的詞 我覺得現在真是一個War on Work 或者是War on Gender是一個conference Gender還未到達到War 但對於Work來講 我是要用War來形容 如果不是就 他們會叫Cultural War Cultural War 就是一個文化內戰 當我開始看到He-Man那件事之後 然後我就開始 因為He-Man那個爭議 就是全程西面的女人 是的 她還要無敵 即是她是 這個 有一集 她陷入一個險境 就是那個地方會把她的心魔實體化 然後挑戰她 當然是好女人的 如果你克服不了心魔 你就會死 大致這樣 那心魔出現 原來她最大的心魔是甚麼呢 就是怕自己太過完美 怕自己的力量太過大 我心想 這是甚麼心魔來的 然後說幾句 她說 我一直都知道 我的心魔就是太過原理 那心魔聽完之後 突然自己散了 就完美了 就不需要努力 就已經解釋了 那我問 誰想出來的 是 那我就因爲那個爭議 我就開始留意到 一些批評這個現象的Youtuber 然後我就 後來不後來 將他們的觀點 就是分享 聽完之後 綜合了之後 打回中文 分享給其他網友看 然後出版商就看 原來她很想說 美國阻礙很久 或者她說Overlaw阻礙 這件事 但是她發現 就是沒有人 可以綜合到一個 比較完整的論述出來 然後她說 黑人你行不行 不如 我見到你時間線 就是我本書想要的東西 你不如來做 我說 嘗試一下 那就水到渠成 類似 然後 寶花插流 一開波就發現糟糕了 為何呢 為何變成糟糕 不是應該說正 有人幫我出書 就是開頭第一個 表面上是 有人欣賞 一開波就糟糕了 我到底應該怎樣說 如果我純粹把這本書 是一個 一班不同荒謬的左膠的東西 站在一起 你上網也可以 不需要看我這本書 我由 到底左膠的源頭在哪裏 它的定義是甚麼 然後我由一條片 看另一條片 然後那條片 指我去另一本書 然後再指我去下一本書 我前後 我想有大約六七本書 我看了六七本書 就是 將它們煲爛 然後精華炸汁 就變成一本 就是三本水煲成一本水 就是那些朋友 包括些甚麼呢 包括一本是專門講transgender 是一個保守派的作者 它最特別的地方就是 Amazon買不到這本書 被人抗議下架 它是pro還是against 它是against 它是反對transgender 但我不是完全認同它的立場 因為它完全切頭到尾反對 是 它說這個是一個精神異常 就應該當精神病去看 就不應該幫它切 轉 那些東西 那我就不完全認同它 我覺得某些人是真的有GID 你真的要做手術 讓它身體和心靈上有一個協調 是 這個其實是上一集你說的Twin Spirit 或者Twin Flame 就是在印第安文化裏面說 是 其實就說這件事 就是說 他們那時候未有科學 那時候是土著的 其實他已經知道了 其實身體和腦裏面的Gender 是不同的 是有機會會有差異 而如果同一時間你有兩個 即使不開其中一個人 或者你敢認到你另外的一面 其實是神聖的 是應該它比我們多 而不是它有問題 不是 以前這個不單是印第安人 不單是加拿大原住民 其實印度以前都是這樣的 即是印度的第三性別 我們現在叫做人妖 或者叫做跨性別 或者叫做甚麼都好 他們以前是一個神聖的存在 但現在變黑衣 他們的第三性是甚麼 即是真的陰陽人 是陰陽人 即是現在 因為我看過紀錄片 就是講這些在街邊 好像行黑 要被人笑 要被印度的食環趕 趕到它又被人笑 又好兜貓 但是他們就說 即是在傳統 印度歷史上 他們是一個 相當有地位的一個階級 原本 所以我明白 就說 就算你以前中國都有 即是梅蘭芳 那一類 那些大軍閥 就會抱一個 抱一個花彈回去 就覺得很威威 但它不是機的 那個軍閥 它是真的 即是 即是 不像 我們一般 現代 傳統 認知上面的 這麼 單純 就是你有病 這個就不對 但是 好了 去到 我 兜兜遠了 講回書 講回書 這件事 有一個就是反對 transgender的 保守派的作者 有一個是 傳統上是 liberal 支持民主派 支持 左翼的 研究性科學的 科學家 Debra Sow 是加拿大人 他本身是支持各種跨性別 LGBTQ 他支持 但直至他開始 有些研究 是不符合主旋律 就被上面叫停了 只能夠寫 Pro 他說我是科學家 我是Found Fact 我不是找你喜歡聽的東西 不行 很大鑊 因為真的試過 有一個科學 有一個教授 他研究 為何跨性別 在北美突然爆發式增長 羅林說 有4400% 這個點子 有很多人不同意 但是 你看跨性別診所 由十間以下 變成七十幾間 是一個不合理的增長 沒理由突然會爆多 雖然有人那麼多 要做手術 或者治療 是的 然後 Dephra So 他寫了一本書 叫Debunding the Myth of End of Gender 就是去拆解左翼的 對於性別的文宣 我差不多賣稿才能看到 然後又要重新寫某些篇章 就是他去說 性別 即是 暴力的性別只有兩種 各性派會跟你說 是有無限五多種 還有會告訴你 這些是社會加注下去的一個建構 他有一些科學的定義出來 就說 哪些是假的 哪些是正確 最慘的是 那時候有人研究過 為什麼會有爆發式的增長 嗯 他得出來 他就是用回正常的科研的問卷調查 即是 正路的寫 paper 的方法 然後得出了結論 就是說 有很多北美的年輕人 因為受到社交媒體 或者蓬佩影響 就認為自己在跨性別 這是我相信的 因為你看看 如果我們說完在北美 你看看日本和亞洲 香港 是的 我不知道你有否接觸過類似這些朋友 不要說他未成年 可能都差不多一個年多 其實真的 你灌一灌給他 可能他會突然之間 在短短一年內或者怎樣 他就覺得 我應該都是 但是有些就會是一個 純粹逆復辟 所以我就說 香港有些 他們叫做藥糧 我沒有記錯 即是靠食藥 即是去到食藥 即是去到食藥 就真的有些就會 誇張到這樣 我看那本書 他研究的調查發現 其實 有些同性戀的男孩子 他在青春期那時候 他表現出來的特徵 是跟一個跨性別的男孩子很相似 差不多一樣 即是他會認為他會穿女裝 會試一下這些 我大概猜到什麼 很害怕 但其實他是雞 過了青春期之後 他會變成一個正常的同性戀男生 然後有相當多 有自閉症的女孩子 他的徵狀都會跟一個跨男 是有點相似的 是 他這班人也很快地 被人慫恿去做手術 或者去做 我明白 最害怕的是這件事 是 他這樣調重練 因為我看過 有些訪問 當然他只能代表自己 你可以這樣說 但是我看過 那些叫Detransitioner 即是退變者 他就說他自己有自閉症 然後他家裏也是一個很傳統的保守家庭 信魔門教 是 他反對 而魔門教是一個 就是魔門教的性質 我不評論 是 但是他的說法就是 那個營運的手法和邪教很相似 他反抗之下 他走出來 然後 他就陷陷到另一個邪教 就是跨性滅邪教 對 接著 跨性滅那個 覺醒派的文宣 就會說 原生性滅的人 是你的敵人 他們會陷害你 他們會打壓你 只要我們會自立你 我明白 敵對 將所有的外人 敵對 只有同人才明白你 同理解你 你只是一個典型邪教的 是 撤斷了你的 而且你的父母是會阻撓你的 不要跟他們來往 他講完你會遇到些什麼 然後他就有整個解決 知道你什麼跟隨他 沒錯 他那個 他的證供 就是 我聽說 就是完全是邪教 好了 我看了 例如有這些科學家的 科研的東西 但問題就是 他那個paper寫完之後 就被全屋界的 和主流媒體圍攻 就說這個是傷害跨性別的 一個有毒的研究 假資訊 又是toxic 受恨言論 然後大學要跪下 要道歉 收回那篇論文 那 為什麼論文 那個教授說 我用的方法 完全是以前 另一套 我pro LGBT 的研究 我都是用同屋的 methodology 用同屋的手法 為什麼突然間這次不行呢 一個結果不是他們的 對 不適合主旋 然後大家便縮 不承認他這個paper的資訊 但是 無論這個paper的資訊 是不是被各省界承認也好 但是大家從一個直觀的角度 就是 一定有一些人 人口無論多還是少 一定有一些人 是受了這套的學校 或者是權威人物的引導 而誤信了這件事 甚至 包括藥物 手術 自己的appearance 還有是不讓你討論 最大的問題 你只能夠同意 這個就是女權同屋 你只能夠同意 是的 好 接著 有一本就是這樣 然後 我再看一本就是 Jonathan Hyde的凱特教授 他有兩本書 一本就是講 左翼的道德研究 這本我覺得挺有趣的 他說其實 保守派或右翼的人 他們的道德層面 是比較豐富一些 他們比較容易去明白 左翼的人想什麼 未必同意 也不代表他們更加道德 他們可以是很混淆 但是 他們的理解能力是高一些 或者他們的理解層面可以闊一些 而相對 左翼的人 他們的道德的理解層面是很窄的 這個明白的 是的 他說人有六個的道德範疇 例如 是否潔淨 或者是否忠心 就是尊卑掌幼這些 那 其實左翼或者進步派 他們那個關注的道德範疇是窄很多的 然後有講這些道德研究 左翼的研究 然後有研究美國玻璃心世代 他說原來美國在 一零年左右 或者二千年左右 有一班的父母 他為了保護小朋友 把所有會令到他們 陷入困境的東西都完全抹除 不要讓他們看 不要讓他們接觸 是很廣泛的一個講法 其中有一個例子就是 北美 英語世界 有很多學童對花生象有敏感 為什麼呢 原來就是 因為真的有一班小朋友 那個免疫系統 是會對花生象有敏感的 但是因為這幾個小朋友敏感 就全部都沒有花生象 原來人的免疫系統 是需要接受一些挑戰 有些逆境 才會知道哪些東西打 哪些東西不要打 就等於香港有些人說 為了乾淨 就由小到大 就自己拿自己的筷子出去吃飯 知道嗎 到他大過了之後 就沒有了免疫力 嚇壞少少都會吐 沒錯 原來在小朋友時期 你要吃花生象 吃花生菜 你才會不會對 你較大機會對這些不敏感 這是有對照組別做的實驗 是真實 同一個思維 套用到學校 校園那裏 引發了一班人 就是任何政治不正確的東西 在校園絕跡 結果這班小朋友 這班學童 長大了之後 他們稍微見到一些不正確的言論 他們很困擾 很困擾 是一定要排除他們的 甚至是視為一個很大的威脅 那這個可能 只是我們上一集 講陰謀論的 那個 那個 又可能會 就是要訓練到你們 變成一個 不是很懂得去試 不懂得去應付 當然 我不認為是有個陰謀組織 一開始培育到你們這樣 而是 有一班人陪到這班小朋友這樣之後 原來可以這樣 是這個小朋友 原來是這麼簡單 是 那我們就繼續做 繼續走 然後這班人 他們由小學 中學 中學去大學 然後去不同 流出去不同的地方 這班人 他們的價值搬了三種 三個東西 就是他們 黑白 對望世界只有黑和白 而且所有 Us and Them 對 只有我們和VS他們 還有 所有 政治不正確的東西 都是邪惡的 都會相互的 是 那這班人 他們是 先天體質很適合去接受 覺醒文化 做他們的信仰 然後這班人 他們進入不同的媒體 或者進入不同的職業 他們自然就成為 覺醒派的信徒 我朋友在美國讀書 是 是 他都說過 所以為什麼 屋文化是騰挖關騰的 其實屋 聽到先講 種族 LGBT 其實關於政治 為什麼逃離不了 他說他身為一個香港人的身份 去外國讀書 就坐在這裏 學校就問一些關於你們國家的一些民族 或者新聞的事情 對於香港就脫離不了 說 19年代那些 突然之間有那些北面國家的學生 就在那邊吵 最後的結局是 什麼呢 不單止香港的角度 不被人同意之外 很多人是同意北面國家的人 說這些事情 他同意的意思就是什麼呢 只要你說到去美國 如果是不對不好的話 你就會得到大部分人的支持 最荒謬什麼 這個是在美國 我們又在美國說 如果自己美國是不好讀書的話 反而美國人就會 聽回你說話 反而是反美的 所以我說美國其實充斥著很多座 而一來 其實剛才你說的 全部都是 再加上一件事就是 我們小孩子 都經歷過三個字 就是中二病 我根本好像很取笑 但不是 其實我想說什麼 小孩子是喜歡特別 我教我的東西 我找到一些方法 我說不是 我覺得自己是特別威 因為他要建立一個自己的身份 他建立一個方法就是 否定 最大的 所以說 也很難 因為你說他小時候 坦白說 他是學生 他在美國 可能都沒有經歷過香港的事情 也沒有經歷過美國的這些 或者可能他一般的角度去看 那時候 再加上 那些人說 只要 我國家其實是不好的 對 所以明白 這件事就很容易去包裝成一個 聽起來好像似是而非 聽起來好像很荒謬的東西 反而是對 而定義 不是因為你真的細心思考過 純粹是知道有分別 那件事夠誇 夠反傳統 夠反直覺 那我就相信那個 即是夠搶 夠搶口 然後 這一個 怎樣說 剛剛那個叫做 Borisim世代 又再指我去看另一件事 就是種族 種族我看了兩本書 有一本我看了一會兒 頂不下去 就是叫做 White Fragility 就是百種脆弱 就是一個大左膠寫 基本上《覺醒派》說這本是聖經來的 你要對美國的平等的問題 要了解一下 你一定要看這本 看這本 它的核心就是 你每個人都是一個種族主義者 你都是歧視 就是原罪 原罪 原罪 你唯一可以做的就是認罪 你不認罪的話 你就有罪 你不認罪的話 你就是 你認罪之後怎樣 就不要 try not to be so white 就是怎樣 就是怎樣 不要說 很虛 你扮黑人 你都覺得你扮他 就取笑他 總之你做什麼都是錯 總之你做什麼都是錯 你不停地認罪 你不停地認罪 beta 我頂不上 然後它有一本 它有一個對家 我看它的對家 我看得很舒服 就是有一個叫做 第一本書叫做 Woke Racism 即是覺醒的種族歧視 剛才你說的第一本書 正正就是用了基督宗教的那個框框 那套路來對待世事 你是原罪 你一出人就是什麼 你要信基 和你必須索罪 你就可以 認罪和灰改 是的 Confession 和Original Sin 是的 這本書就是講了你的項目 它就說 覺醒文化不是一個文化 是一個宗教 但是覺醒是沒有一個神 不要緊 但是覺醒是一個魔鬼 魔鬼就是各位不夠覺醒的人 是的 而覺醒派是有神話的 神話就是 以前有個美好的過去 一個不堪的木 一個烏煙瘴氣的現在 和一個美好的將來 我們要靠自己過去 美好的過去是什麼 美好的過去就是 以前的非洲大陸 是一個美好的年代 直至什麼 直至白人的殖民者出現 捉黑人去做奴隸 就開始墮落 接著去到現在 又種族歧視 又有性別歧視 說烏煙瘴氣 特朗普又當選 真是搞不定 怎樣 我們要把所有人 都convert 認同了我們這套進步的理念 美國變成一個多元平等的國家 真是宗教 那就美好了 他在那本書裡面講了不止很多例子 例如說 有一間法律學院內部的 meeting 教職員的 meeting 那些教授在開會之前就說 我是一個種族主義者 即是 I'm a racist 我有百種權益 我承認我是欺壓的客人 他們要這樣全部 要講這句話 這件事 你講的是種族 是 大家不要忘記 亞洲有個種族 在外國的處事上 其實都犯了一個這樣的事情 我可以開名說 因為這個跟我們沒有什麼關係 直接 韓國人 你沒有接觸過在外國住的韓國人 外國接觸的韓國人對你沒事 因為你是香港人 如果你是日本人 Oh I am sorry 待會加一個九字 它可以在 他們的論點就是這個 因為那個人是種族 Wook也是其他種族 Wook是 即是 即是Wook 入面有一個議題是種族 所以今天講這個問題 就是怎樣 曾經有一個真事 我朋友 日本人 在澳洲讀書 我講 他不知道在讀什麼 日文 即是日本人讀日文翻譯 中間要扔些讀亞洲Culture 中間要扔些讀亞洲Culture 有一個韓國教授 是 教授 名字很出的 即是日文名字 他說 你是否日本人 是 public 是 我講是 你不要忘記 以前的人 然後 然後無論你怎樣都好 不要忘記你祖先犯了 是 原罪論 即是說 日本的同學 這個季節應該都沒有說你走的了 你知人就是什麼呢 贖罪 認錯 我們是日本人 對不起 然後不斷地 你說什麼都在錯 然後他就在那種 嗯 你們認過 我覺得 是 歷史有歷史事件 我們有猶太人 有猶太人 有中國人 有日本人 有非洲人 有白人 明白的 那是不是要怎樣 是 即是 即是 剛才說的 不是只是書 是真的切身 而 韓國人 在世界上 他對這個東西 是特別敏感的 還有一些國家都是這樣的 是 是 你說先 我把資料給你 那些 拍很多 神劇 那些地方都是這樣的 然後這一種覺醒種族主義 其實他們是有一個宗教體系在裏面 而且很有趣,他們不是獨立宗教 他們是寄生在不同的宗教中 例如有覺醒派的基督教會 覺醒天主教會 回教有沒有,我不知道 但他們的教義會變成怎樣 例如開始多了一些基督教會 他們的主日崇拜是要白人走去親吻黑人的鞋子 我可能以為是有一次 因為有一次就是幫黑人的信徒洗腳 可能是one off event 但不是的,原來有很多這樣的情況 就是白人要去輪流排隊 因為他這樣射一射一射一射 我可能會把腳踢在那裡給你射 那他們說,怎麼了 原來他們是慢慢的這套覺醒派的思維 滲了進去教會裏面 取代了他們原來的教義 那不單止是種族的 其實drag也是這樣 即他突然間有個牧師就說drag is holy 變裝就是聖結的 因為耶穌有講過哪句哪句 所以你們都可以變成女人 他不知什麼,Jesus is a mother hand 即是沒有雞 有一句經文我不知 耶穌的講過,他就是沒有雞可以保護你 所以既然耶穌也說自己是沒有雞 他的聖結就不是這樣 他就是一個多元流動 所以你都可以 他那個voke racism 這本書裏面 就是將他宗教的特質說出來 然後你看完之後 最有趣的是 他滿足了很多白左的人的需要 因為他們沒有 我要贖罪 白左一來沒有 他們reject了基督教 因為左翼通常傾向無神 或者是不喜歡 因為基督教是一個壓迫者的宗教 他們通常不會不喜歡 但是他們其實人是有一個宗教的需要 因為我這麼成功 我也知道不一定是因為我厲害 和我努力的 我當然是有些運 有些東西在 我怎樣可以去 我知道自己有些東西不值得 即是不值得的 OK 有些什麼可以去彌補這個心理的落差 因為你會很不安 就是有一個宗教告訴你 你有罪 你要贖罪 就是這個覺醒宗教 最吸引的地方是什麼呢 就是你贖罪後 什麼都不用做 因為種族歧視 種族壓迫已經是深入美國的DNA裡面 每個角落 你做什麼都改變不了 你越是想做事去改 代表你是在幫壓迫者去掩飾 那應該怎樣 什麼都不用做 喔 這樣嗎 這樣嗎 你看到有些TikTok的影片 就是有一個白人的女人 喝一瓣的紅酒 叮叮叮叮叮叮 我承認我有100種的權 white privilege 我是一個種族歧視者 我壓迫黑人 我認錯 我說出來真的好很多 我覺得真的好很多 是的 是的 你們 我至少好過那些保守 有役的人 完全拒絕這個問題 所以 沒有 星期五 星期五 是Happy Friday 這樣 現在 我們 我們由最 雷鳴的層面講起 就是 剛才你說的就是 你的創作歷程 是 你看一些書 演變到 由戀行去到work 去到你看很多書 你覺得這個真的要 原來是一個很寬的 很寬的 我們由 我們是市民的角度去看 就是 在香港 我們上一集有講過 你覺得是 反而香港是做不足這件事 平權反而是做不足 就是 在北美是特權 在香港反而是under了 就是它是需要平權的 是 最基本就是 剛剛講的跨性別 那個案例 還有 男女議題上 OK 你說現在的港女 很霸道 打橫地走 打橫地走 都未去到 北美那個情況 即是 未去到 跳 因為 其實現在香港那個情況 就是 仍然真的 大家都在捱緊 真的有可能 同工不同酬 還有香港可能是 其實 我不知道賣的行業 可能我接觸的行業比較少 在我的行業上 我真的未接觸過同工不同酬男女性 而且 在我的角度 我可以說 如果我是一個女性的話 我不單止200% 我只賣2000%sure 我做事容易很多 是 我不太明白 即是我不太明白 即是我不太明白 他們什麼 譬如在香港實績有一個求職 你作為一個Marketing的宣傳 你衝突上 如果有女性身分 就跟別人吵 這一點我不明白 但 那個點是說 香港是 連討論這件事的 意識都未有 到底 是否有 wage gap 到底是否有 gender 玻璃天花板 加斯麗 即是否有 性別的不平等在那裡 在北美是 在爭論 香港是連爭論都未有 而且 在美下之前 香港已經有法律 例如 中六 以前 我們是韓人測驗 以前分了兩條數來計 現在是平等 我只覺得有些不平等 就是 譬如說 處理家庭暴力 那件事 未有一個男性的協會 所以說 其實我們家 這個我這樣說 可能大家都有共鳴 家暴的 當然 fair 一點這樣說 不是只有男性有家暴 女性有家暴 於男性 可能是丈夫 或者小孩子 這個都要正視 還有 文化上 婚姻上 處事上 或者職場上 男女的 男人 香港很多東西 那五個字害死人 五個字 六個字 好難跟女鬥 你以為是一個 gentleman 實際上 人家在水你 我覺得 你剛剛說的 什麼家暴不一定是男人 其實 這兩年來 有些 前女權分子 他們開始檢討 整個女權2.0、3.0的運動 那個問題 他們 追溯 比較遠 比較久遠的男女的dynamic 他發現 家暴很多都是男人出手打眼 但是忽略了那個鏡 焦點忽略了一件事 就是 corse 對 corse在哪裏 其實女性 在家暴上面的equation 她的暴力可能是一些manipulation 就是精神上的折磨 暴力 manipulation 還有你敢動手 還有你可以做一點 情緒的勒索 精神的暴力 然後 最後頂不上爆炸 第一下出拳 那個男人就錯了 當然 這個是很 一概而論 就是很虛範 不是很空範 他講 總括這件事 但是 外語也是一樣 對 現在你 只是把焦點照在 男人打人那裏 那個action 你忽略了那個源頭 會不會是兩邊都有問題 這件事 怎麼說呢 我不知道討論有多深 香港最大的問題就是 第一可能是沒有討論 有討論你又不知道背後的數據 加上那件事 男人已經在香港的男性 很多是自動放棄了爭取權益的權利 這個是我講的 你的challenge就challenge我 我的主觀講的 香港很多男性 是自動放棄了爭取自己權利的權利 我可以這樣講 剛才剛才講的六個字 第二個就是 你想這樣追究 算了 追究也是你少像me too 我很沒面子 如果我要東開這樣講 首先 香港很重要 香港是一個中西夾著的地方 有幾個東西是害死香港人 一個就是叫做什麼字 很難不同類的 就是小器 你不要那麼小器 我不是小器 爭取權益 陳述回事實 如果我連這樣講的時候 香港都是你一討論 你一討論就是吵 而且你和女性討論 就是不應該 那怎樣 你走得的就走 這些東西真的要更正 所以為什麼你看到我的channel 我不是經常都講 有一個叫mictal 男性自行之道 man grow out of their own way 你講的時候 我找圖 我覺得其實就應該要 就是要大家去想一想 發明男女平等 是吧 我覺得有很多東西 是應該要equally 就是我反過來 如果有些東西 你明明知道有些東西是 女性特別 容易被人吸引 那你在那方面 我覺得你要公平一點 比方 例如我講笑 小弟也是一個cost player 是 如果你有一個公平的比賽 就是不分男女性別 只能夠公開投票 是 來去 因為我也參加過 我也參加過 在台灣的這個cost play比賽 我已經跨了一點點了 他沒有說 他沒有說分男女 只不過他cost play 全部是女角來的 是 男娘來的 我也看到了 那已經不關男女事 我當全部都是女人cost player 是不是cost play 他本身的fans多 其實哪個call馬的能力強 說穿了 如果要公開投票的話 是不是 OK 那你女人爭和女人爭 是正確的 大家都這麼大 這麼高這麼大 如果有一個公開的cost play 比賽 不分男的角色 基本上男人 你要贏 沒有可能 我朋友這樣說 我朋友是做特攝 無面超人甲的 做甲是full body 連頭盔什麼 就是你花很大氣力 去做一套 給你聽 我首先不說他的工時 就是做他的full body 要花多少時間 是 出到來 拍了一張相片 不知20或60個like 我已經算高了 那個成本呢 不是 剛才我們不說 不要說成本那些 我們先講感受 走出去 沒有人來 除非你是Lider粉絲 那張相片 那張相片 有一張相片 就是有個女生 很可愛的女生 穿一堆狗公圍著拍的 然後那個RIDER 是的 那個RIDER都算了 我們RIDER 即特攝界 叫涼化 將這件事變成女人 涼化 OK 例如什麼呢 穿得很性感 穿一些高達甲的 高達甲的 是有雙球出來 拉打就是 隨便放一些變身器 穿一些顏色的泳衣 拉帶 那你不是說 你不是說 成本呢 一條變身腰帶 泳衣幫你化妝 那是多少 但別人要做到 可能 再加上他的器材 現在是不是時間殘 你不是說 對比就是 那個對比就是 一個是要花很大的 精神氣力金錢 去做一個忠於圓著的 一套裝扮出來 另一個是純粹抽一些元素出來 然後加一些性感裝扮 其實主要是加了類性元素 量化 什麼都可以 只要夠性感 我比基尼女郎 加一條腰帶 我就說我是量化Rider 是 可能是誠意 二百多和六 幾讚的分別 技術層面和誠意都差很遠 還有如果這個公開比賽 外國比較好 外國的公開比賽 因為它很多 不單止計算 多少讚和什麼appearance 還要計算制度的東西 OK 那譬如說 即它有技術的考慮在裡面 後面很誇張 你看到那些電動液 LED機關 噴煙 那些 其實已經不分男女 你做到的話 其實已經驚訝 很容易 你有了解嗎 那個focus 自然會 shift 你是看 嘩 那雙翼 為何可以這樣飛 還要升空 那些燈要怎樣做 男男女女都有做 後面那個 你這個 argument 其實在 這件事 本身是 比賽單位 設計一個 比試項目 當時 它考慮不夠 即它忽略了一些 真正的差異 因為有些人 你賣性感 一定吸了一班人出來 但如果你 將一個技術型的人 去跟性感去鬥 就很不公平 技術那人會輸 這件事是因為 去玩 Crosset比賽 但你想想 以前的平機會 或者是女權 為了要 甚至這件事 就是怎樣 強制100% 即是任何一個 升職的經理 入學 壞的比賽 一定要強制 100%是白人 你也聽過這些 一定是一定要 禁所有的女性 而回暈它 這個是類似 即近日有說的 Affirmative action 即是一個 叫平權的運動 就是說你多少黑人 多少阿裔那些 我覺得如果你要平權 所有的運動 應該加上 男人的元素 這樣便是 fair 我自己是不同意 這個方向 因為奧斯卡 現在最佳電影提名 就是 它是有這套規則 就是你一定要有多少LGBTQ 幕前幕後 監製 約入題材 你要滿足 我不同意你的想法 你對的 我意思是說 如果有LGBT 我覺得是不合情 但如果分男女 我意思是甚麼 最佳男導演 如果這樣 我相信這樣 就會OK 我說完整個process 如果你要公平的比賽 其實不一定是分男子組 女子組 而是你要分 將組別 分成技術 鬥技術 性感鬥性感 如果不是 你性感鬥技術 是沒有意思的 就是你等於拿一個蘋果 去和一個雪糕 鬥甜一樣 那是鬥不需要甚麼 一定是雪糕贏的 但是 這樣鬥沒有意義 正如 這個是 就是 女拳運動 他之前 這個我本書裏面 都有一些類似的爭議 就是 女拳運動 他第二波 強調男和女是一樣 甚至女可能 可以做得更加好 然後 跨世面的人 用了同一套論述 去和女人鬥 自己都自己鬥 跨世面 跨女也是女 所以 甚至更好 所以有一群跨女的運動員 踩進女子組 鬥贏你 Leah Thomas 就是一個六尺多高的男人 走去女子兵隊 贏了 那些女人 然後 單車 舉重 選美 都有一群跨世面的人 自動勝出 接著 有人 講過一個論調 不如我們取消 男女之組 去到混合鬥 那就公平 是不行的 是不公平的 是不公平的 因為 書裏面舉的例子 亦都是Debra Sogo的例子 就是 曾經試過 然後有一個叫 威廉姊妹 William Sisters 她屢次組 他們巔峰的時候 就說 你找 排名二百名內的 職業的網球手 跟我們鬥 一定打得贏 最少可以平手 接著有一個二百零三 或二百十多名的 德國中年選手 三十多歲 由煙油酒 跟我們打 輕鬆地打敗 即是圓敗 他們兩個 換言之 性別這個分野 在試試運動上 是有必要存在的 因為MMA 又有這個例子 就是一個跨男專女 去打女子MMA 就是 贏了 體重 都已經這樣說 還有 他們的肌肉 發力 功率是不同的 最後一場 是一眼打爆了人家的頭骨 接著被人打爆的頭骨 就說 她的力 跟之前 倦過的女選手完全不同 我為何想 剛才我 說的一個很幻想的 我便說 為何大部份 如果分成男女比賽 會好些 因為我覺得 如你所說 我未必說 技術夠技術 男技術 鬥男技術 女技術 鬥女技術 因為為何呢 以我的觀點 我覺得 可以撇除了很多 因爲 因爲 角藉都是那種類似的 是 因爲 那個電影 是我各個國家製造的 是 我一定去撐 我那些東西是bias了 是 反過來 譬如說你導演 譬如你模特兒這些 你擺明個個男生 當然是看女生 我就問 其實 其實 很多女生 都不介意去看男生 都有需求 只不過 如你所說 你這樣一摸上去 你說Fan Spare 你男人點擊 你都不夠女生 所以我覺得 如果你分開 其實你便各回各眼 我差點說一句 通俗點說一句 你去就好像紐西蘭 那樣 你有strip girl 旁邊就是strip boy 你不就去男生 男生去看女生 不就OK 因爲 Wook那個派系 覺醒的女權主義 他們有個特點 就是說 你男生不夠女生 但是你不行 不是 沒有不公平 所以他們會說 跨性別女 男跨女 贏這班女生 是你們這班女生 不行 不是我們不公平 但是 就是 科學家的角度 就是說 不是你們成長的時候 的 男子青春期的肌肉 那個發展 是一定贏 原生的女生 還有你有沒有聽過 一個論調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 我聽回來 就是 基於某些平權問題 或者希望不要密化女性 賽車就取消了Raising Girl 那些 最後有些人 你猜哪些人投訴 最後 那班女模特 I'm out of job OK 即是 那班人是苦主 是苦主 你爲什麽取消了我份工作 OK 即是我的fantasy 即是我的fantasy 是比較亂想的 純粹聊天 其實很簡單 我又不信 沒有女生 喜歡看六九福基舉住 很簡單 很 fair 你問這班有男 即是好像Barbie和Ken 我真的更奇怪 我明白 有試過 賽車男孩 就不是那麽受歡迎 所以都是賽車女郎 但是 你如果 他現在就說反對密化 所以完全要禁住 但是 結果那班人去做什麽呢 那班人不是去開OnlyFans 對 對 所以我覺得 我的fantasy 男和女 我覺得 這個就是我對於公平的定義 不是說結果 是你要這麽公平 就麻煩解回 我知道明知是不以分 明知是蝕錢 但是 我覺得 我覺得 平權 有一部份 都是 你不要只是平權之後 純粹為了自己利益 那不就叫平權 那是你maximize你的profit maximize interest 所以我真的平權 就麻煩 大家都放下一些東西 即是 你七成賺三成蝕 那他又七成賺三成蝕 即是說 我明知是沒有人看 但是因為為平等而平等 這裡有五個model 是舉著牌 麻煩給我六球腹肌 你說密化嗎 密化 我知道沒有人看 但是 我是會這樣看 有一個我不太熟 但是類似你的Point的議題 就是 女子運動的球隊 他前面有投訴過 就是有Wage Gap 就是 他們的申請不如 WNBA 就不如NBA 然後 有些人就給過 就說 喂 你們的入場率 收市 收益 各樣東西 計算 除了你們的申請比例 是多的 你是多過男人 是啊 就是這樣 只不過 是因為你們的整個活動 是低過NBA 男性也是 你說男人做Cosplay 做化妝演藝 或者什麼 那些 其實他怎樣做都好 這條數你一定不夠 女人拿Like 這個大家天知地知 我知道 明白的 所以我就說 如果這件事還要靠一個基準去決定 哪個好 還是不好 這是一個不公平的 所以我覺得 分開計 我相信就會 就會舒服些 是 或者這樣說 他應該考慮兩性的分 那個差異 在裡面 才作為一個平衡的基準 現在沒有這件事 其實暗地裡 很多女性都看男性 這個明白的 大家都知道 你這樣帶出另一個問題 女性看男性 這件事 現在Marvel的Faceball 全部死掉 最賺得的都是勉勉強強 是哪個 Loki 最賺得應該是 Spider-Man 不是 上戲是平手 好像是Dr.Strange 2 不是 Dr.Strange 2都不行 No Way Home 然後 雷晨4 雷晨4 雷晨4是 Vangelove 即美國是甚麼 平手好一點點 但都不是一個好成績 為甚麼 那些人就說 最初就說 是因為那些右翼保守派 甚麼都怪他們 但其實骨子的問題是 你第一 有沒有美女 那些美女全部包陷了 說不用麥法律性 然後 男人全部變成窒頭 其實他說 有些女觀眾 不是想看一個girl boss 而是想看一個厲害的男人 又大隻又性感又打得 美國隊長第一集 美國隊長剛好在一個焗爐 打開焗爐 出來的時候 旁邊的護士都知道甚麼事 旁邊的護士 碰他 就是這樣 女觀眾需要要求的東西 不是一個很強的girl boss 是一個大隻英俊又抽得 兼且是有英雄氣概的主角 現在第四 faceball 全部的男角都是鞋角 雷晨被人綁在那裡 然後剝光珠 是 還要不好看 是失威 是大隻又大失威 沒有尊嚴 是沒有尊嚴不好看 然後他打不打得 他被雷神和雷武神搶了風頭 然後相差 最厲害是他的妹妹還是姐姐 忘記了 我知道那個又肥又矮的亞瑞 他自學 陳法拉 對 總之他有個妹妹 他自學很好打的 一開始就踢他奔舟 然後又是 所有東西都比他厲害 還有一個梁朝偉 所以他上戲又是沒有人喜歡 然後你去到 Berrito 沒話要說 Berrito死了 Berrito 我剛好拿到 我就想說 不過等你先說完 Berrito是我很想說女權 你先說話 你計算一下 然後Doctor Strange 2 主角是甚麼 主角是那個American Chavez 那個叫Miss America Miss America Chavez 還有那個Scarlawich 是他們兩個鬥的 Doctor Strange是甚麼 做跟班走來走去 然後裏面所有的男人都是蠢 那個不知是甚麼 議會 即是他前世教授的議會 Elluminati Elluminati 他前世教授最聰明的 那個不知是甚麼 Blackboard 還是Thunderboard 一開始 沒有了一個口 然後就死了 爆頭 即是沒有一個人 是有任何威風的存在 即是全部都是 緋紅女帽 嘶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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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嘶 就算是女性都不喜歡 這是我的個人意見 就是女性不喜歡 我簡直有些朋友 我不是做塔羅的 很多都聊天 做完事 我說你有空看甚麼電影 是女顧客來的 Netflix 很少再看 為甚麼 Too much work 即是說英文 Too much work 她說 我覺得很奇怪 我說 But you are a woman 她說不關事 我看都受不了 是 剛才你說的Marvel 為甚麼我特地明明明斜斜說 Black Widow這套獨立的電影 我覺得在原本《復仇者》裡 Black Widow 我覺得是甚麼 真是強大女性 為甚麼呢 她沒有搶氣 她沒有男女問題 她是生存在男人之中 其實沒有超能力 而且是女性 其實她已經很漂亮 這個《踢踢踢》 其實她都好奇 都多人受歡迎 問題是這套電影出了甚麼 她是獨立電影 死了之後才說她 獨立電影出了甚麼 我沒有記錯 大家看過這個畫面 旁邊是俄仔超人 她不知道 是有個 突然間我忘記了劇情 她說有個 類似說俄文的女性 站在她的隔壁 就是這個 這個 我記得 很有趣 原本 Black Widow 剛才說的 沒甚麼特別好的女性形象 在男人圈裏 或是在Marvel Fans裏面 是的 OK 獨立了 這個女人去蘇聯 找她前蘇聯的超人 即是特異人士 即是年幼時候 扮她們的爸爸 開始出事了 這個女人 不知道為甚麼 很不喜歡 蘇聯的前特異人士 有一幕是這樣的 我記得有一幕是這樣的 鏡頭就看著 鏡頭有一個豬 真是動物的豬 是 另外一個 就扮回到這個男人 然後就扮回到這個女人 那蘇聯女人 她就說 你覺不覺得 你看著那個豬 令到我好像記得一個人 就扮回到蘇聯人那裡 是 這是一個很侮辱性的 一反過來 我就說 所以你覺得有沒有歧視呢 其實只要把男女 反過來 不可以 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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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找一些 蟑螂 老鼠 雞 豬 和尼粉 我在工作合作 我 在電影裡 我拍了一個女主角 然後我就說 你覺得你自己好像一隻豬 我說你會怎樣想呢 但是 是沒有人 講過這一幕的 在屋那個圈子裡面 第一 你投訴就是你玻璃心 是啊 你投訴你過敏 我們都不是 說他而已 又不是說所有男人 另外有一個很有趣就是 對街的 D.C. 我忘記了D.C. 我忘記了是不是 好像都是講X-Man那個 X-Man以前有個大角 叫Apocalypse 是的 X-Man 是藍色的 天啟 是的 天啟 有一幕是女權鬧 他就說天啟打 其中一個是沙洛 亞洲 亞裔的特人士 還是不知道是誰 總之女人打不夠 他就說 他就說 這隻typical 我們說真的 男人打女人 副權 Patriarch 剛才你那些 Human Revelation 剛才Black Widow 那些女人公然侮辱 那又怎樣 那些又不算 這個都不是最誇張的一件事 最誇張的就是 或者都未必是最誇張的 是2016年左右 Charles Angel的重啟版 那個覺醒版 那是怎樣呢 就是在戲裏面 所有男人都是壞人 不是壞人 是 是 他只是一個跟班 是 是 然後那些女性 那三個女主角 在戲裏面 只要是男性 做任何事都可以 隨便打一套人 行過的男人 好像 電他 可以了 他會醒的 然後 那些首位 潛入去 不知道總部裏面的首位 那些不是壞人來的 可能只是打一份工 隨便扔他們下街 即是死的 不要緊 只是壞人就可以殺 男人就可以殺 男人就可以殺 然後去到尾 原來全部的男人都是奸角 全部他就可以用一招清袋 全滅 即 那部戲那個 ideology 那個覺醒版的理念就是 只要是男人 做任何事都對 做任何事都合理 和男人必然是錯的 女人做任何事都合理 對 對他們做任何事都合理 女人做任何事都合理 和女人做任何事都合理 和女人做任何事都成功 而且在這些女權典裏面 例如Black Riddle 入面無緣無故有個角色 是那些輔助角色 是 就淪為甚麼 其實Black Riddle 其實在Adventure裏面 其實沒有甚麼特別大氣憤 是 裡面和他最友善的就是 Hook Hook Eyes 和 和Hook有少許的感情 感情 但在裏面他都有跟班 就是你所說的 一個男人就是好的 就是那個 我要找直升機 很難找 你找你找 開頭 變成他 都閹了做太監 太監工具人 男人the best 工具人 所以這些戲 很難頂 另外有一個 就是近期的 連我一個朋友 我的朋友 已經本身是 女 女 女仔 都頂不上 我開He-Man 我開He-Man 另外一個就是 Predator 這裡是 Predator 女版 這個是我朋友 和我一起看 我說他頂不上 中場人走 我說為甚麼 他說 其實有沒有甚麼特別的 你要個女英雄蛋 無所謂 打得好看 爽片 便可以 女人有女人的威嚴 你不要說到 裡面整個村子的男人都是廢 只有他才知道 Predator 來這裡的陰謀 他說 他跟別人說 那些男人就是 沒事的 都沒有傻 沒有腦 只有他才可以 最動色先機 最打得 又要他救男人 就行了 男人就不用給他救 男人給別人廢 這些是 然後我身為一個女仔 朋友說 不行了 鐵子王 我走了 我頂不上了 他說我為甚麼要看Predator 他只是一個爽片 我以前小時候 看俄羅斯利家 覺得科技很特別 男人 他沒有講男人 他就說 我覺得 應該這樣打 為甚麼變成說 男人是廢 這個主題是 不是說 打Predator 是告訴男人是怎樣廢 還有當那個男人 當你那個編劇 這樣安排男人是廢 的時候 觀眾會覺得自己 覺得自己 沒有了更多的智商 一來 因為你一進去 你就告訴我 你是 現在我教聰你 現在我怎樣聰明 男人就是廢 女人就是聰明 你要聽 我說話你要聽 大哥 我給錢進來 就要聽你睡覺 真的很辛苦 貼錢賣難受 貼錢賣難受 以前 以前的電影是為了娛樂你 現在的電影就是為了向你 說一些我要傳遞的文宣 整件事很露骨 那些叫on the nose 督眼督鼻 去點醒你 你要聽我這套 所以 其實現在沒有哪部電影的票房 跑出主要都是因為這個理由 其實這件事近期北面國家已經很出名 叫做燒失的他 OK 因為Janice Mann有份做的 OK 好嗎 其實裏面都有一個 一樣的東西 就是很簡單 一個男人無端有一天 在東南亞住酒店 覺得老婆不見了 第二天就找回 那個不是他老婆 聲稱是他老婆 即是真假的那些 他找了一個很厲害的律師去幫他 他當地在東南亞懂得說普通話的律師 那個陳律師是陳墨 說厲害了 是女律師來的 全情西面 做律師 好像做到以前沒有拍片那些 鄭少秋那種 看什麼都是西面 包括是客 那個男人是他客 請回男人就 哎呀現在應該怎樣 他說 整面西菜 全情 就是Revelation He-Man 全情臭面 其實北面都很多 北面的電影都不弱的 北面的電影和電視劇 都大量宣傳 女性上的那種眼巴巴 那種男人就是肺肺 其實這種做法 就是想將那個女角 硬硬硬移植 變成一個男角 是 他變成一個沒有病的男人 是的 但是為什麼不好看 因為有幾個理由 第一就是 本身 如果以打氣來說 一個女性的體格 就是沒有那麼好打 你在畫面上面一個 一百磅都不夠的女性 打贏二百磅的人 那個說服力是很差的 是的 即是你 不是說做不到 以前黑寡婦都做到 Black Widow以前做過 但是他要做的方法就是 他要 考用關節技 是呀用關節技 要繞幾個圈 用全新的體重去帶一些關節 即是他用技巧去帶出他都做得到 我們不是驚探劇的技術 嘩 好適合你 是呀 好看 但是現在就不是 現在要蠻力打贏 Captain Marvel 走過來 跟雷神說 我可不可以把你的鎚 剪短頭髮 甚至不是那些 現在比較低預算的 Echo 即是最新出的那套 Marvel 或者是之前 鷹眼剋街的劇集 其實是女鷹眼 都是那些女性 突然變成硬打 女打女的硬打 其實是不好看的 尤其是荷里活沒有香港的帽子 香港的帽子 可以把女的打電影拍得好看 香港的帽子 有思義 荷里活的拍不到 要這樣捲到行 手捲到很實 硬要靠拉弓 看上去好像很硬 但是不好看 第一 就是強行地忽視這個體格的差距 去到銀河上面 要硬要顯得他很大 這樣很辛苦 第二就是 本身女性在 她有其他的特場 例如說 她的外交能力很厲害 她可以合縱連橫 她可以用心計 用魅力 親磨力 或者是離間 她有很多招數可以用 但是 在這些新派的電影裏面 完全掃走 她只是用蠻力 還有 用男人的角度 其實上集說過 一個很漂亮的模特兒 其實是一個男人 是很悶的 她已經是一個不好打 是一個弱化了的男人 一個不太好打的男人 全程在這裏面 大家對女角的魅力 就是她可以 八面玲珑 可以游走在不同的力量之間 她自己不能打 但是她可以用計 用言語 用挑撥的技巧 令到 令到那些蠻力的 都要忌她三分 你就覺得有個對比又好 但現在不是 現在她一出場 你知道她不會輸 還有贏 還有那種 像你所說的 她為甚麼可以西面 就是反過來 又是那個 我今天特意說 我都洗你腦 你把所有男女人一調轉 你覺得不妥呢 這件事就是不妥的 不是廢話 一調轉都不好看 男人做都不好看 只要那個人 反過來 你全香港最 不要講香港了 荷里活裏面最臭面的 Samuel Jackson 經常都講粗口 他都要看著你講粗口 不是每次都西面 還有他的魅力 不是他的西面 是那時講粗口 道破 但問題是 你看他 像蕭梨梨他 那些陳律師 全程西面 我心想 你一個男人 不要講這樣對女人 一個男人這樣對女人 一個男人這樣對女人 一個男人這樣對男人都不好看 都不行 為什麼可以這樣 不用理人 這件事是太 我想說的重點 其實現在北面的國家 大部份的戲都已經變成這樣 但是 For your reference 北面的國家 其實香港 那個男女的人口比率 其實已經是女性高的男人 大學入學率都是 是 換言之 這些戲 通常我們覺醒派 那個主觀的想法就是 我們Empower 那些女觀眾 令他們覺得女人都可以 但你最早做出來的效果 就是令到一些人覺得 喂 這個戲不好看 是 是 是 這是 我 我 我 有什麼學 對方那個角色是無敵的 我怎麼學無敵呢 就是以前 動畫的摩蘭就是 就是 花木蘭 她是要 她本身是 手無薄契之力的 她要苦練 她要想辦法 她要不斷去 就是 女敗女戰 然後贏得大家尊重 現在新這部不是 她一開始 她一開始 她用 какие麻糬 已經很厲害了 你拿戰石 你拿小招 就們打拖 是無敵的 怎麼好看 我怎麼學 還出來 所有人必定要為你讓路 不讓路就是她死去 我叫這個人 叫任我行 即是 英文就是 Entitlement 即是奉る allí 這東西 你不可以 立即移植 當她現實世界這樣用 會死得很慘 會死得很慘 我自己是小人之心 居心何在 你教導一些女觀眾這樣 我想問 現在Wall on Work是在走甚麼 例如說高層開始裁員 散播 還有有沒有其他呢 或者這樣說 現在有一個反 那些人叫Pandulum Swinging 那個鐘擺開始翻轉另一個方向 Man 2 例如Me 2有一樣東西叫Man 2 最明顯是Johnny Depp之後 又有一個Man 2 大家對於一個女授學人 站出來突然無端端指一個男人 這類案件開始保留車位 甚至沒有那麼熱衝去到追捧 這個是其中一個明顯的指標 這就是早前一些比較覺醒的企業 例如迪士尼 或者是Wonder Brother 他們的高層所謂的多元包容那些高層 這些位置其實是虛位來的 即是沒有事做 他們來做指板 刺場物而已 刺場物 有些想要認真做的 其實最容易被人圍 結果就圍了 因為經濟不好 大家沒有錢 票房快應一切 票房不行 就圍你這些人 即是你以為覺醒是可以無敵 可以一統天下 不是 即是一收水一沒有錢就不行 還有一集 之前打手媒體 例如最經典的就是VICE 這個報紙有什麼特別 或者這個媒體有什麼特別 它曾經最出名的就是 它 cover 國際新聞是很好的 但是開始它吹大了 或者是要拍口數還是怎樣 VICE Media 你看到了 這個 沒錯 它近來開始破產 不是 破產了 VICE Media 最大的就是 它早 又在說 Andrew Tech 你在說鍵字 是的 它早幾年 它為了去討好這個覺醒的讀者群 變得超級極左 極左到一個什麼地步呢 就是它會刻意去到 將所有的社會的問題 它有意無意盡量扯去歸咎 在Incel那裡 Incel就是讀讀 Involuntary Celebrate 即是不自願地同徵 即不是讀讀 那它就將 第一方面 覺醒派會叫你不要黑板印象 不要有負面標籤人 人流門任搬 是的 但它們就會很刻意地標籤 這班人的Incel 有暴力案件 就是因為這班Incel 它太久沒有女人搞 它就會開車去撞人 拿到斬人 是有發生過一兩件這樣的案件 然後你就把它拿來抹整個男人的族群 就說它們這班人都有問題 這些覺醒媒體 我早幾年都說神經病 擺明是忍戰的 然後經常叫你這些直男 去被人對屁股感受一下 感受一下才叫做有進步 否則你是拒絕進化的人 搞錯 而它是刻意地跟你去馬戰 然後搞了幾年 我一開始都想 為何這些門櫃可以做得住 這支手上做不住 有水科 是的 一路靠金主的科水 水喉一乾就玩完了 還玩完之前 那些高層就出了肥糧給自己 然後下面那班人全部不開工 才要開工 是的 真是壞事 還有一些例子 就是遊戲前排,上年很出名的G4 TV 就是一個遊戲台 它本身也是一個很高費費的網台 開始我也不明白這些是怎樣做得住 因為現在講遊戲,通常都是一兩個直播主 一邊打一邊講 小眾 對,即是個體戶的大陸 個體戶經營 但它為什麼可以有開片廠之類呢 接著,女主以前就開始屁股所有的遊戲界 你們全部都是性別主義 為什麼你們不喜歡我 是不是想任過主持,又老邦又老邏 但我就是一個劏勞,你不喜歡 你不要看了,就罵了所有觀眾 然後半年之後就破產了 又關台了 為什麼?因為你叫我們不要看 那不就不看了 你看到整個大市場就是曾經你以為是無敵的 其實曾經我都有一陣子質疑過 是否年輕人就是喜歡覺醒文化 就是會花錢 是否我們是年紀大,古老細生要等著淘汰呢 其實不是 聽到不是,聽到年輕人就不賣帳 密極必反 對,那你Charlie's Angels 他那時候就說 你們那群父權 馬人不看,不孔祥 你們真是混蛋 但是聽到女人都不看 是啊 年輕女人都不賣帳 兩個人都不好看 連生髮危機也是 我們大家講 由Jill在生髮危機第三開始 不知為何 劇集是嗎? 不是,生髮危機重製版 OK 上年 開始都已經是說 突然間不知為何那些樣子又變成普通化 男仔不靚 男仔都不靚仔 平庸化 OK,make sense 追求真實感 但是生髮危機的電視劇 是 都不靚仔 應該是那些 Ladino Ladina 即是那些 中文叫甚麼 拉丁裔 拉丁美洲裔的人 開始做主角 但都不止 算了,沒有所謂 其他種族做甚麼 也就是 男人就是廢的 一定要女人站出來 你聽我說才能殺出床位 即是開始又被人吵 到現在很多 比如Horizon 很多其他game 那些角色的女仔 越來越不靚 是 是 特意做到 特意明明很靚 做到 有豆皮 醜樣 平空 平空 這些 很不討好 的角色 所以 去到這裏 你要看到 你越刻意地去做 其實真的會有一種 我覺得是甚麼呢 他嘗試想推廣一種 將你 上一集說過 反自然化 是 人類追求美 是一件很自然化的 美 是一個大部分 既定俗成 但他想說 不是喔 我們要說 女仔不靚 你都要說他靚 這就是很多女仔都反感 我可以 因為你的 可能 你的種族 身體缺陷 又或者你的疾病 譬如殘疾 我同意你 但是 你不可以將 明明 不靚的東西 還要強行 讓我說成靚 還要我 抓住你 就像你所說 一定是靚 你不會說靚 就是你煩 因為以前的 平權運動就是 大家 你接納他 你包容他 就是這樣 大家平等地共處 現在不是 現在你是要崇拜他 是 如果你不崇拜 他拜得不夠大力 那就是你有問題 這個是覺醒文化的壓迫的地方 你說 會不會還有什麼反撲 除了說 流行文化 荷里活 遊戲界 或者是媒體 媒體開始收水 有很多網媒做不住 因為以前 一開始都做不住 只不過他們靠金主 泵著水喉 又做不住 又做了什麼 例如最明顯的一樣 就是 推特被收購 就是社交平台 曾經社交平台 就是 一個用來打壓 就是 確保 確保只能夠有一派聲音的地方 你稍為說一些 就是你上Facebook 或者你上Twitter 很明顯的 你說某種族的壞話 你馬上就禁止30日 你說女人的事情 或者你說什麼 或者你說某些禁忌 左翼的禁忌 你就馬上禁止 那麼 Elon Musk 不知道為什麼 都買了Twitter 之後 有幾個大的變化 第一 就是踢爆了 原來美國政府 會刻意去派很多CIA FBI的人 在裡面 去干預運作 審查美國人的言論 侵犯你們的死因 說了 揚了出來之後 是不是沒有效果 有的 就是 一兩個禮拜前 高等法院 裁判了 就是說 拜登政府 不可以再干預社交媒體平台的運作 結果 原本 每個禮拜 FBI 會跟Google Facebook Twitter開立會 停了 沒有得開 暫時要觀望 都叫下馬威先 初步來講 而且大家現在知道 原來以前 Twitter的陰謀論 不是陰謀論 是真的 真的會刻意地打壓 不收下的 如果不是 堂堂一個總統的帳戶 會被人禁止 是 原來被人禁止 禁止那群左膠 他們的想法 他們的定義就是 來自左膠的媒體 去做法律 左膠媒體的法律 是怎樣來的 就是純粹他們 因為不喜歡特朗普 他們就可以作出一些新聞 都沒有效果 是一個這樣的圖 現在就 開始不是 例如Politic Fact 就是一個擺明 是左傾的 是一個所謂Fact Check的媒體 就是他會刻意Fact Check 一些右翼的事情 但是左那些他不說 還有他偶爾會扭曲一些事實 然後Twitter的帳戶 就是他開始被人Fact Check Fact Check 對 Fact Checker被人Fact Check 拜登總統被人Fact Check 然後聯合國被人Fact Check 他們發現 咦我要散布假新聞 沒有以前那麼容易 還有 他們 以前奧巴馬基金會 還有哈林頓老馬馬基金會 世界經常論壇 一直在推進一件事就是 反仇恨言論 反假資訊 這個是表面的明目 實際上就是希望 有一個環球的言論審查網絡 他覺得中國那套行得通 是 想要全球化了 現在又被人踢爆之後 開始有一群獨立記者 不斷去踢爆他們每一步的行動 當然 效果有多大 人不知道 但是開始 你每走一步 每提槍說我們反仇恨 就有人踢爆你 不是 其實沒有那麼多仇恨 正在遮蓋一些東西 或者有一些日常 對 他說 例如媒體 把hate crime racism 那些字眼 你升了七倍 過去那兩年升了七倍 但是 hate crime 有沒有真的升七倍那麼多 照計應該有 如果不是你的報道 不會那麼多 就做數 擺明是做數的 然後 你說 Twitter上面多了很多仇恨言論 有 接著問記者 你有沒有一個例子舉出來 沒有 舉不到 即是被人踢爆了 根本是 有很多傳統 有很多現在 據稱主流廣音的言論 還有一些更深入一些 例如說 抗疫那些 那些 打煙謀有另一個 是 那些現在開始 浮出來 原來有害 或者是有一些 真的數據被人掩蓋下來 是假的數據在上面 那你說 Wall on work 其實就不 只是 合意地去跟各星文化對著幹 而是 開始有一件事 就是以前 他們在推行那個 言論審查的系統 打的制度 開始崩潰 那是從不同的角度崩潰 一方面就是 例如主流媒體 是他們開始不夠錢 要裁員 他們要停拍一些戲 或者他們要炒人 經營不到 然後去到社交媒體平台 就是開始 他們要被人 而且社交媒體 以前有一個 illusion 我叫幻象 我覺得只要是 社交媒體出的那些 應該就不是老牌 傳統大傳媒的 而應該那些東西 就是 平等和正確的 又或者是事實 但是我覺得 這件事就是 那個illusion 都開始抹露了 原來所謂的社交媒體 只不過後面 那些不是政府 那些老牌的傳媒機構 又放手去干預 它其實不是傳媒機構 或者是一個影子的集團 這樣會比較好 例如 迪士尼 為何會推這麽多 因為它有幾個金主席 例如Bedrock Vanguard 這些基金 很強調 你一定要遵守 一個ESG 即多元共融 所以才搞這麽多 這些屋的戲 或者劇集出來 那麽現在就開始 那個面衫揭了出來 你現在怎麽看 現在影視界 如果這些 坐在這裏 那些吉祥物 被人炒掉 那些高層 然後套套講屋的東西 都不收得 你自己個人觀點 你覺得 會不會打電話 正常一點的片 會出回來 你覺不覺 有沒有可能呢 一定會 因為現在最害怕的 荷里活最害怕的就是 一套不見經轉的生學freedom 連續地跑出 打贏你的高成本製作票房 打IP來的 電影中打贏 打贏你的打IP 還有 它在揭露 一樣 他們不想說話 就是你自己 揭露的就是 揭露的 因為早幾個月 Groomer這個字 叫做 把小朋友 變成一個 很性感的 性感的 對象 把小孩子 變成一個 戀和人會喜歡的 玩的對象 很多性感的 我們有一個 叫做Groomer 這個字 曾經是一個 仇恨的字眼來的 不准講的 希望透過 按這個字眼 令到大家不再討論 這種現象 但這套劇一出來 一發多就 很多事情就浮面 再講 還有 它本身的討論 不是那麼大 而是你幫人那麼大力 去打壓它 才引起很多人問 為什麼 一套這麼普通的東西 你要 獅子撲吐的力 去撲它 它有什麼得罪你呢 它明明是沒有得罪什麼人 除了得罪亂同伴之外 為什麼你會和它的立場那麼一致呢 那些人就開始有這些問題出來 其實都算樂觀 我們今天談完 算不算呢 你覺得 這樣講講講講 好像 反過來 起碼我上班即場開始 那些人都知道 原來男女這樣對待 是會即場的關係出事 是 我結婚這樣會出事 我抓到會出事 我看這些電影 遲早 她虧錢這樣 她又出事 我沒有所謂 我不看而已 所以她會出事 以為傳媒可以左右一些人的風向 怎樣都會出事 怎樣都會出事 傳媒自己出事 有出事 對 相對來說她出事 代表一些 算不算是開始撥亂反正 有可能 因為 始終有一些東西就是 當你要跟現實去到 你經過現實的洗禮的時候 你很多事 很多理念是站不住腳 很多理念 說得很口響的事 太ideal的事 太ideal的事 你一去到現實 你就知道哪些東西 適合哪些東西 有什麼灰色 那些 你說有一些 新生代他們很黑白 非黑色白 看東西很簡單 和受到那個 確認文化的洗腦 對 是的 我自己會覺得 他們會有一個很漫長 很痛苦的 一個面對現實的情況 的period 甚至可能不醒 就會有起一個bubble 再在裏面 就是真的wall on work 可能會這樣 但是始終 大多數的人 他未必是右 或者保守 或者進步 他純粹是 我就是想做本生意 我就是想上班 想看電影 想結婚生子 是的 始終會慢慢放上去 一個比較正常的方向 聽他們說 我也舒服 我覺得 為什麼不求人 可能會寫書 或者你自己研究 我想找你做節目 其實我想大家都覺得 有一個 something is wrong 搞得好像王子華 我真的感覺到 再不行 既然很難得 黑人身在香港 可以研究這麼多東西 可以讓大家看到 這本書是值得支持的 對 還有我覺得 既然說話這麼好聽 應該有空過來做嘉賓 哦 我不知道自己有什麼題目 絕對沒有問題 有問題是合謂的 絕對有問題 是合謂的 我們私底下都是一個好朋友 有空交流多些 好 我覺得今天真的很珍貴 是 因為我覺得觀眾 有時他未必有這麼多的時間 可以看到這麼多 北美發生的時災 和你綜合成一個資料去看 而再看回香港生美事 作為一個借鑑 所以 加油加油 是 加油加油 今天時間又差不多了 再次多謝黑人來這裏 有機會 我會再請他們來 和大家聊聊天 大家希望都訂閱和分享 蠍子王的頻道 我這些就是 沒有水科 立場不明確 和主流對著幹 小眾 我又沒有剪那麼多 即直播居多 希望大家可以支持 逢色一三 大概十點半 三點半 留言有影響 留言有影響 即是推理那條片上一點 留言多一些 你打幾個按鈕 什麼都寫著蠍子王 不英俊 好英俊 沒有琴 那麼英俊 比較英俊 自己作中間 重組句子 都可以的 好看的 非常好看的 相對來說好看 都可以的 差很遠的 沒有留言的影片 真的沉底沉得很快 大家聽到了 留言多一些按LIKE 分享給你的社交媒體 留言留言留言 可以借留言來討論 直播那裏留言多 算不算呢 那個都好些 但都不夠你在 一條片 在片裏面的留言 那麼重要 大家的事後 也許多寫一些 哪怕是一兩句 Emoji 當交流 因為我知道很多朋友 未必有這麼多 即時收席 因為原來有很多朋友 在境外 是 紐約 什麼馬華西亞 英國 很多 他都是看事後 他說我時差問題 還是什麼 都可以的 看完之後 留言 我路過也好 今天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小眾 多謝黑人 今天時間差不多 下個星期再和大家見面 好 拜拜